《 百合讀播》 收着黑公兼紙 民国外勇腊 想吞嚇 不酝放话要赏长 武器大逆方 纳克毗诈欺难 俄罗斯《 黑料》 俄总参上就说出 《 暴光影》 一遇成侵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晚战争身 我在凌云山 上午美国人巧妙而有能力地欺骗普京 让民友明白在一起 白宫和欧洲一起签署了对俄罗斯的报复措施 提供释放弹劾 让扎劳司机都大吃一惊 这个背后故事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俄罗斯要求与美国代表中人谈判 美国人将计就计就同意了 但他们首先要求俄国人展明 在哪些真正的条件下 莫斯科才同意与沃拉达食和平 俄罗斯的回应是 他所需的只是公正 这个怎样的公正呢? 首先,顿业之亚州和劳金斯亚州的全部领土 永远都属于俄罗斯 其次,克尼玛至少必须在莫斯科的管车之下 至少15年 满足这两个条件 俄罗斯才会与乌克兰公同解决其他领土的归宿 俄罗斯人说这就是全部了 出乎俄罗斯人的意料 美国为了和平同意了这一切 更明确表示 会说服乌克兰人亦同意这些条件 美国人甚至还宣布了战争结束的日期 就是在1月31日 但有个前提 俄罗斯必须在1月24日 周庭指敌对行动 然而在1月24日 莫斯科没有发出任何军事暂停的信号 这下普京就被美国人捉住了 白宫对盟友说 俄罗斯根本就不将白宫的提议当回事 根本就不想和平 也就是说华盛顿可以公开地说 我们完全明白了 客工不断要求进行和平谈判 其实也只是为了争取时间 地方话说也很对 即使是整个顿巴斯 加上至少另外15年的克尼米亚 亦填满莫斯科的遗口 现在莫斯科如果能拿到停火的机会 以后还会卷土重来 但莫斯科之前 将卷土重来的机会都失去了 正在这个事件之后 所有的西方盟友都完全清楚 应该怎样对待普京 他们立刻举入了非同沉上的视频对话 作出了支援坦克和其他一切的历史性决定 所有的战略伙伴 几乎同时宣布了这些决定 俄罗斯科的半是虚仗性势 现在已经被完全暴露 本质已经被捉住 一个彻底的变化已经发生 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已经发生 莫斯科的失败就在眼前 盟友们意识到了 他们之前终模糊不清的问题 正如中共那都急着换械 都解释的秒针得更快 从停的角度看 西方之所以决意 增加对国人的军事援助 又是担心在一场抗日持有的战争中 可能会失去打敗俄罗斯的机会之冲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亦发话说 北约长期以来就拥有主动权 可以决定何时何地 用何种手段进行打击 与此同时 美国开始对沃拉 战场进行更大范围的清场 伊朗本土追遇有史以来最大的袭击 莫斯科的伊朗军援团阻了 普京今夜无眠 为了保证国人的胜利 美国决定加大对沃拉士兵的军事训练规模 传授现代联合武器作战的战讯 希望这能改变沃拉战场的僵局 实在不行了 不如亦可以落场 周五 这个机构的军事委员会之席 鲍尔海军常进 就发出信息 不排除与俄罗斯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 鲍尔常进周五的《公属婆婆》 RTV频道 俄罗斯的战略目标超越了湖南的边界 他是不请自禮 鲍尔常仗强调 不如长期以来就拥有主动权 可以决定何时何地 以及需要派遣当少部队 来解决这个或那个任务 眼看着全面战争爆发的周年日 即将到来 白光那边有了准备应对计划 拜登表示 可以决定发现一行特别军事行动 去垃圾化 非军事化 无核化 去邪恶化 摧毁俄罗斯的防御 放下这个武器回家 谁站在我们的路上 谁就会知道 他们一生中从未见过的后果 美国的计划很全面 不单无装瘟 还要端掉普京的军火库 在周六的午夜 美国任伊朗火纳 伊斯法罕的忘记生产中心着火纳 一个炼油厂着火纳 一个武器厂着火纳 一个弹药生产中心着火纳 哈马丹和 海雷加的圣食组织的特种兵基地 特朗的伊斯兰革命围队 KVRR 总部都炸了 无人机出现在伊朗城市的上空 至少7个城市 熬炸 特克兰 伊斯法罕 阿扎尔 沙克尔 哈马丹 埃勒吉 拉什特 国伊等伊朗城市夜间 都发生了爆炸性 根据初步数据 这是近几年来 针对伊朗领土的 最大规模 最有效的襲击之一 总共至少由20个军政设施遭破坏 有些还是地下的核生产中心 范阿拉伯新闻频道哈达斯报道说 襲击伊朗的目的之一是 装有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的仓库 这些导弹应该在不久的将来 转移给几个客户 新闻频道报道还表示 来自美国的内网人士称 这次襲击是使用无人机进行的 以色列并没有参与其中 是美国和另一个国家做的 俄罗斯战地记者佩戈夫则表示 襲击伊朗王机 是从阿塞巴仪发射的 前几天 伊朗记者穆阿中说 上周 CIA和美国政府情报机构的代表 会见了塔吉克和乌治别克的官员 准备从塔吉克和乌治别克境内 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和军事设施 这次襲击还有伊朗的弹药工厂 最近俄罗斯人开始大规模重新激活起立的 120毫米装置D30 和122毫米口径的D30榴弹炮 但国内的这种炮弹的产量 却没有任何增长 因此也有怀疑这些装置的弹药供应来自伊朗 一位军事专家报告说 这次打击表明 西方集体最终团结起来 抵抗世界暴政 阻止伊朗向俄罗斯的所有可能的武器流动 12初 NBC援引白光小人士的话报道 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关系 已经发展成一种成熟的防务火部关系 顺便说一下 伊朗不是有不少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吗 海甲 杜尔 三无举 S-300 这些伊朗都有 这次为什么没有防住袭击呢 伊朗不会又拿地球俄罗斯来赶紧吧 不能不说伊朗度过了一个历史性的夜晚 在俄联邦总签谋部核动总稿 第一小组组长科达维诺克尚舅 在去年2月3日就发表了文章 对施政压的预测 从本德上说 这个俄联邦总签谋部 公开血罪涉的政治分析家发出的 他向黑工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军事建议 罗斯的武装冲突从根本上不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一些过度兴奋的俄罗斯专家 最好忘记威胁使用核武 而且为了防止进一步的名誉损失 永远不要再提 自由的思想 让这位勇敢的上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事业的政治分析家们将他投入了监用 华德维诺克上教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时不时地通过政治分析群体 向莫斯科和世界传达 俄罗斯总签谋部领导神剑重要信号 毕竟他又是很清楚俄总签的想法 有一天 因为经方失踪的宗教 开始谈论莫斯科建筑物顶上的防空导弹发射器 华德维诺克上教回答说 按着章程应该是这样的 但他突然说出一个英文词汇 暴风影 一个半月前 是英国下议院的政府 担议员提问的时间 前手上了一项信 询问国防部长华来士 英国是否有帮助 免受俄罗斯恐怖 襲击的有效武器 国防部长回答说 有 我们有暴风影 空射巡航导弹 互拉能用它对俄罗斯的领土 发动波护星打击 可以针对空军基地 亦可以针对其他目标 如果俄罗斯人的野蛮攻击继续下去 我们将考虑将这些导弹 转让给乌克兰人 有报道称 英国正在与波瀚人合作 要在米加飞机上 安装暴风影导弹 波瀚早就计划 将这些导弹移交给乌克兰 波达维·罗克尚教 说出这导弹的名称 这意味着 俄罗斯总筹部 也认真地考虑 这个被襲击的前景 并希望大家多来讨论 说实话 暴风影将拯救 数以万计的乌兰 和俄罗斯人的生命 英国和波瀚 正在告诉 莫斯科和世界 他们已经决定向乌兰提供 暴风影巡航导弹 乌兰城市正在发生的悲剧 就摆在世界的眼前 不允许他们 等待所有不弱国家的正式批准 他们准备 尽快提供导弹 但首先 他们建议 国际调解人 在双方之间 紧急立成谅解 让双方同意 不再控制对方的城市 如果调停人失败 俄罗斯后 如果再次对乌兰城市进行攻击后 暴风影导弹 将湖南即移交给乌克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多谢收看 希望大家订阅、点赞、转发你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